今年的诺贝尔奖即将在10月份陆续公布 不过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则是已经抢先出炉 日本研究团队发明的芥末火灾警报器 获得了今年搞笑诺贝尔奖的化学奖 带您去看看 星期四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在美国哈佛大学举行 日本的金井珍 田岛信信等七人小组发明的芥末火灾警报器获得了化学奖 这个来自日本的研究团队发现 在火灾的紧急情况下 可以使用某种浓度的芥末气体来嗆醒熟税的民众 他们利用这项发现成果 研发出一款芥末火灾警报器 对语听力有障碍的人士相当有用 芥末警报器发明者金井珍说 今年搞笑诺贝尔奖的生物奖则搬给了加拿大的达尔格温和澳洲的大卫伦兹 他们的研究团队发现 某些种类的甲虫会误把啤酒瓶当成异性来交配 一年一度的搞笑诺贝尔奖 由一本幽默的科学杂志难以置信的研究年报所举办 目的是模仿诺贝尔奖 搬给那些比较有趣的科学研究成果 获奖的科学研究必须具备的标准是 先让人发笑再发人申请 新唐人记者综合报道